今年10月 美国驻土耳其领事馆 有一名工作人员被逮捕 引发两国暂停签证服务 28日双方取消了暂停令 让这场签证危机暂时解决 但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美国在宣布恢复签证服务之后表示 土耳其当局已经保证 不会以任何进一步的法律程序 对付美国的工作人员 但土耳其驻华府使馆却说 从来没有给过这种保证 双方的说辞一再矛盾 事实上美图两国关系闹僵 已经不是第一次 土耳其曾在2016年面临政变危机 当时美国不愿出手平息 让土耳其感到不满 再加上美军为了打击伊斯兰国 11月之前都还持续协助 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 叙利亚库德族人民保卫军 更加深了这两个北约同盟国的分歧 最近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承认 耶杜萨人为以色列首都之后 土耳其也在联合国大会 针对撤销美国决定的提案上 投下赞成票 种种事件显示 美国和土耳其想要改善关系 似乎没这么简单 新闻时事报梁燕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